诶 罗朗你觉得你在中国这个多年 你不是爱谈哲学吗 要照你这个美国人 他每次就这样 诶 罗朗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紧张了 诶 罗朗你知道吗 你觉得这么多年 你在中国钻研下来 这个西方人和中国人 吃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有对比的地方也挺多的 但是相同的地方也挺多的 先说一个有对比的 我其实这个就是 所有的菜一次上 因为分餐和 对 分餐和 就是集体的和隔体的文化 确实是从中国 你就看那个控制理论什么的 就是和谐 和谐很重要 家庭和谐 城市和谐 就是全国和谐 什么和大自然 和谐给我带来的影响 这个概念 就是每一道菜 这些东西就像切配的 少得快可以给很多人吃 用筷子就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是圆桌 但是西餐就是比较个体的文化 它就觉得直接跟它上面的一个 呈现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物质上的世界是假的 对吗? 你就是盘子上吃的东西 我爱吃什么 我选什么的 那就是有我自己的餐具 比如说高档的 你说密西林的餐厅 你有这么多的酒杯 水杯 葡萄酒杯 香槟杯 博尔多杯 然后有这个盘子 有这个茶 沙拉的茶 你如果有一桌的那个盘子 也不现实 你把煮菜 开胃菜 甜点什么的 所以 看起来就不是很丰富的 你这个就能跟文道对话了 我记得他就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中餐呢 是这个人吃饭 西餐是饭吃人 是吗? 我这么说过吗? 我给你俗话了 你这话怎么说的? 因为西餐呢 它是这样 中国人喜欢这种自由 就是说西餐的话 比如说我们吃的时间长 不是我们来决定 是厨房来决定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个餐厅 像有的很夸张 我二三十道菜 一点一点一点慢慢上 那你吃三四个小时 你不由自主 那中国人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做下 我们也点了一桌菜 吃吃吃 其实呢 你半小时吃完也行 但我们偏吃它四小时都行 对啊 就比如说我吃的吃的 还是拿去热 然后或者说你 你这个再点个什么来 西餐你不太容易 比如说先点好了 还不会再加点 不太有这个东西吧 享受的方法不一样 这个其实 东方和西方的这种差异 可能是从 有一个更具象的例子 就是小麦 小麦大概人类 一万年前驯服了小麦 九千年前 开始往东往西 散播 那到东方的时候 你看遇到的更多的是水 蒸汽啊 面条啊 馒头啊 往西方去都是火 就是东西方的这种文化 是不是有点水火 水火相继 对 就是就是有点 有点不一样 它可能确实是这样 刚才说到这个 餐饮的格式 其实也是这样 那 那 西方的 中国吃饭叫 饭不渝 就吃饭不说话 传统是这样 传统是这样 城铺旅学 就是宋代以后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西方恰好是一个 非常好的交流的机会 基督教里面的分面包的仪式 就叫communion 对 就是communication 就是交流 对 就是从分面包开始的 它跟吃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关系 而且呢 吃饭也是用这个说法 我跟谁break bread 就是把面包摆开的 对 那就是吃饭的意思 对 而且你看 这个中国话 不是讲究一个散点透视吗 小青可以讲讲这个理论 就说中国菜摆上桌 也有点像散点 对 没有透视的 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竞争之分的 基本上 那西餐呢 西餐是肯定有一个线性的排列 怎么叫线性排列 就是肯定是 先是什么 它是所有的围绕着一个主菜来进行 就像一个音乐一样的 要有高潮 对 高潮的地方 其实中国人也不是讲究团圆的 一个圆桌 没有具体的开始 没有具体的结束 就是一个圆 就是不同的那个观点 就像我们这个圆桌 一样的 不知道 不知从何而起 又不知聊到哪里去 对 不过这个在西方 也并不完全是 一定是这样 或者从来都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 油钱菜 一直到甜品的这种 分餐 就分一道一道 排着上 其实在西方的名字 这叫做俄罗斯市 他其实是后来 才固定下来 以前很早的时候 也的确有过 什么菜都上来 但那个菜上来 不是共同摆中间 比如说是贵族家的话 他是有用人 轮着走过 然后你自己夹一块肉 放自己盘子里 像唐顿庄园那种 要不然你看意大利 或者西班牙到现在 都还有这个习惯 家庭聚会 也是一大桌 也都全都放 所以今天的这种分别 其实是很晚才形成的 那为什么我们印象中 美国人感觉吃的挺简单 就是汉堡 什么三明治似的 美国好惨 所以我可以 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可以也说另外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看到历史 我还记得我在 我在中国一个酒店 也跟你学习 就不专门说哪个名字 就原来我们 给钱再说 原来 就那个领导就说 我们想做一个 密西林餐厅 很高档的那个水平 然后要不你做 一个这个菜 那个菜 他们要不做 一个意大利面 就可以做一个国家 面类的这么丰富的 就叫意大利面 Italian pasta 就有一个代表 就是长的那个spaghetti 还是capolini 还是fusilli 什么就代表这个 那就番茄浆 我们用的就是 新鲜的番茄 Roma tomato 就是一个专门的品种 还有新鲜的罗勒 甘烂油什么 这些东西 给客人吃 投诉的 这哪有地点 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 pomodoro 就是最传统的一个 那个乡村味道的东西 对 然后问我的那个 一个厨房人就说 你们原来做的 就买的怎么样 挺好的呀 那你怎么做 他就给我看薯条 上面放那个品桩 那个番茄酱 有酸有甜的什么 这个确实是 也许这些东西 进来中国的时候 他没有可以达到 那个要求的原材料 没有人种的 就是欧洲品种的 那不是九层塔 就是金不换 我给你发微信 金不换的 超州人说的那个 就对鲍壳 就来一起炒的 那个 薄荷 薄荷 金不换 Sweet basil 就是泰国的 泰国的 他们用的是 Sweet basil 对 意大利的是 另外一个 你懂不懂 他们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原来 他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意大利面 应该是这样的 那就说 珍重这个问题 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反正这就是 我能接受的范围 你能做 我喜欢的 对我来说 这就是珍重的 我一直在吃的 地道的 反正你看到怎么样 我就想吃这个东西 这是我个人的历史记忆 对 所以就说是 我们看历史 我们也不是了解世界 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人 就说储存食物 胭脂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保持 这些做法 保留这些传统的东西 像中国传统的 这些民间的吃的 也不但是保持 一个旁人的技巧 而且是保持人家的身份 他的灵魂 人的生活的样本 对 就是过去我们的祖先 曾经这样生活过 是什么人 是想要什么 有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刚才讲 那个挺有意思 就是有这种文化的误会 就比如说 你刚刚说那个餐体 对于什么叫意大利粉 或者意大利面 有种中国人式的理解 或者我们一般对 美国菜的理解 就是汉堡薯条 对 这种文化误会 有时候也会很好玩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中国人理解中的 日本料理 很多时候就会包含 一个叫三文鱼寿司 但其实日本人 不太吃三文鱼寿司 加州卷 对加州卷 California Road 对 日本怎么会有 California Road 对不对 但是另一方面 日本人也很多 这种文化误会 比如说日本人 吃的洋食 就那个洋食 你没在别的地方吃过 他那个说是洋人做的 你吃过日本的 那个汉堡扒 那个蛋包饭 那美国人吃中餐呢 对 也一样 走工鸡 炒杂碎 本来是有历史 在美国 这是美国发明的 杂碎 杂碎就是 古老肉 现在是美国名菜 就换你一个名字 因为原来美国人 他们个体的文化 就是我有一个盘子 有主食 有蛋白 有蔬菜 什么 每一个东西 分开的 一个盘子 然后外国人 进一个中国餐厅 本来就是一种 集体文化 比较为主 家庭一起来吃 一起来上桌菜 那这个就是 蔬菜 这个就是肉食 这是面条 你一个人进一个中餐厅 你说我想吃饱 那你就拿一大盘 那个西兰话 进来什么 就是付入空心菜 或者是你拿一条鱼 这个不是特别 平衡的一道菜 所以确实他们就说 那就把所有的东西 炒在一起 去放一个盒子 中国的朋友去美国 或者去欧洲的 这菜怎么不地道的 确实是每一个菜 进一个新的地盘 它肯定会变的 这个好玩 可能还有 有些中国人 好像还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觉得法国 跟我们有点像 就是我们会把 这个原材料做的 你都变了原材料的味道 或者说是 你都看不出 原材料是什么模样 你看法餐也是 不管叫鱼 还是叫螃蟹 出来几个小球 对吧 我们觉得好像 在烹调方面 人工方面 就花了很多的功能 这也是不同的流派 但是你比如说 所有人都是这样 但是你比如说 英国和美国 给我们的误解 就有的是 他们就是一个 一大块牛排 主菜啊 就是你点什么 牛排 光 就这一个 就是不是太简单了 那你认为北京人 每天吃北京烤鸭吗 那就是一种代表菜 我有一个 罗朗给我的 曼哈顿的 他为了告诉我 曼哈顿是一个移民 构成的这个都市 他会告诉我 早上去哪个食堂吃 但是这个 有咽口水 这个就特别专业 后来因为陪我的人 觉得这个 这太专业了 我们还走一点 大众的路线 哪个是爱尔兰的 哪个是意大利的 你从这里边 能够读到 纽约的历史 我这个菜单 我可以给你 真的非常非常棒 我下次 我自己去纽约 我就专门 就顺着这个 没想过 你要带一个团 至少带上我 至少带上我 他就真的会特别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就能够想象 罗朗他做这件事情的动机 就像他一直说的 就是说 食物是最好的桥梁 他能让我们彼此了解的更多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就是上帝在 我们在建那个通天塔的时候 尽管语言 风俗 发生了变化 但是在食物上 其实 我们通过食物能读懂这个星球 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那今天咱们这个圆桌 就骑上了这个桥梁 这要引起我们思考 就是说 你看前一阵鲁裕访问那刘德华 刘德华就说 吃素食 身体很好 那看来呢 这个事啊 真的是个人体质 可能也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前不久啊 先后出现一些国际上 特别知名的 几百万粉丝的 就是素食网红 就是天天在这秀 你看我吃素食素食 后来呢 给人偷拍到在吃鱼 然后后来他怎么解释呢 他就是说啊 我这个 没时间更新的 不是 身体有点毛病 是医生 让我得吃肉 是个女的嘛 还有另一个网红女主播 也是一直说素食 但是后来呢 确实身体皮肤 生一些东西 然后呢 他这个医生 他说我还是主张素食 但是现在这个医生 让我要吃一些肉 所以他们就有人这么解释 说是说 并不是说 一直吃素就不行 但是呢 恐怕呀 素食里边含有的人体的各种营养元素 比如说人家刘德华或者谁 会不会是人家有条件 是营养师 必须做一个很精准的搭配 才能提供你身体正常的营养 像我们要是没有科学指导 就是说我完全不吃肉 就天天吃这素食 甚至还少吃 是不是可能确实对身体有损失 或一般如果你要长期吃素的人 你又没有那种营养师的话 他们都要吃些补充剂的 白白讲 因为你 酥片什么 对 因为你 我纯粹只吃素的话 其实是吸收少很多微量元素 这是必然的 比如说很多 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们要吃一些鱼干油 当然纯粹吃素的 是不能吃鱼干油的 但是他要找到代替品 要不然的话 他很多微量元素是会欠缺的 那当然 这个也可能跟先天条件有关系 比如说达芬奇 今年不是他逝世五百年吗 达芬奇就是一辈子吃素的人 那么但是问题 他活到年纪算大 在文艺复兴时代 也没听说过他有毛病 对 那你就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 也有一些情况很奇怪 就现在发现 以前的人为什么吃素 也还可以活得很大岁数呢 对 我们历史上多少千百万和尚就是证明了 就后来发现 那个不准确的 那个是肯定不准确的 为什么 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和尚比普通的人活得久 对 但是呢 就算有活得久的 它可能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要忘记烹调过程了 会产生什么 你用什么锅 还有泥土的营养 对 还有泥土的营养 一些铁 是在烹调过程中进去或者流失的 但是就说这个肉啊 我们像我跟小青这个年龄的人 那个感情啊 但是这种感情 以至于我觉得到底是错觉还是正觉呢 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肉 比今天吃的肉香 在我记忆当中 那就是他生长时间长 对 以前的肉就比现在好 那这个都不用解释 就是他舍不得杀 要养一年才能杀 但是你没有发现 你拍了这么多节目 去这么多的地方 采访过这么多的人 你问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我感觉就是全部都会说一样的 我小时候的东西比现在的更香 对 其实是我们的味觉退化 我去采访中国很多小地方 我想了解这些民间的小吃什么的 也会问的 你觉得现在和以前怎么样 现在的没有以前香 其实有一个人给我解释 也说的挺有道理 他说小时候我们的选择很少 而且我们就很难地吃一顿饭 就像我一个经纪人 他就说 昨天晚上我们吃鸡 然后就是你这个鸡怎么样 他就说其实我还记得小时候 就是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一只鸡 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念整个一年 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 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 对吗 然后现在你随便都能吃 就像你很难地见到一个人 还是去一个地方 你就很珍惜这个机会 就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然后如果你随便都能玩了 那你就觉得淡了 就没太大的意义 不过我觉得还真的 这除了是这种感情的关系之外 意义的在作用之外 也确确实实是 现代很多东西的养殖跟种植方法变了 肯定是变了 尤其是中国可能变得 尤其中国变得非常厉害 更猛烈一些 那说个最简单的 就是我 我去内蒙 我的同学 说我 哎呀 这次你就两天时间 我没时间带你吃羊肉 不是 这个 这个狐狮到处都是羊肉 不是不是 这是你们 大城市吃的羊肉 我们要吃牧民的羊肉 牧民羊肉就是解养 就是过了一年以后的羊 牧民自己吃的 它的风味物质就会更多 你比方说 你要去甘肃 有甘男的羊 它生长期特别慢 它要三年才能出来 牛要五年才能出来 那个羊肉 那个不吃羊肉的人 那个餐厅都进不去 那个羊味就会非常非常的重 这个可能就和它 生长期更长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呢 生长期长了 它的肉是 是特别的 那个连肥肉都是紧实的 真是烤完了之后 刀一划 就能蹦开的 肥肉都是紧实的 这个鸡肉一直在运动 所以这就会影响到它的味道 很多方面的 但是你说的就是 现在泥土的营养情况 也变了 不一样了 然后就之前 我看了一个厨师 Dan Barber 在美国也是 想让所有的客人 还有社会 我们重新来考虑 就是我们对这些 种地的人 和他的食材的要求是什么 他就专门跟一些农民合作 就说 我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然后农民就是 你想种什么样的东西 他说就是味道重 可以变小 可以长得慢 但是主要是它的味道和营养 然后那些人回答的都是一样的 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这么一个要求 要么要求我们长得快 要么要求我们长得大 或者是可以避免一些病类的 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们种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味道很完美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番茄的味道 比番茄更有番茄味道的 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这么一个挑战 对啊 是不是很奇怪的 就是原来我们 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们吃的食物的质量 我们考的就是质量 营养呢 你可以吃这么一小块的肉 但是肉很香 营养很丰富 然后蛋白脂肪 这肥瘦比例 什么都比较完美的 你也没必要吃这么大一块 当然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要求变了 所以你看我们在香港 我们喜欢吃东西的人 常常讲一句话 听起来像肥肉鸡胃 对 菜有菜味 鱼有鱼味 这不是废话吗 但你真吃 吃得多你就发现 现在真不是鸡有鸡胃 真不是菜有菜有味 那讲鱼比如说我们香港广东人那么爱吃真鱼 你现在随便我们有一种鱼我们很喜欢的 原来香港人叫三刀嘛 那三刀这种鱼蒸了特别好 但现在养的 那个 我们叫真三刀 真补的跟养的那个摆出来 你睁睁看 就完全两回事 就你觉得是根本那个养的 那就不能上台面 嗯 就就你 我不晓得怎么跟你形容 比如说新鲜的野生捕获的三刀 蒸的刚刚好的时候 你是隔着几丈远都闻得到那个鱼的香味 然后那里面那个肉一夹起来 里面那是有油在慢慢渗出来 还是脂肪 这个也是为什么厨师我们的那个基础 和我们培训的方法也得改变 就是让你看原来原美写的那些东西 这随人是弹的 他就是啊 你怎么调一调鱼的 就是他肚子有什么样的白 什么像血一样 现在你要这样去材质上调一 一条鱼的 你完全没办法按照这个说法 来来选他的食材 原来你就拿一个东西 就说哎 这个苹果好不好 现在你没办法 你之前就像我姥姥或者我妈我爸 他原来小时候就选你一个东西 现在你没办法考这种选法 你选不出来什么东西是好坏 你看就是我们的水果就是有椰子的因 就是因为它加工的让它熟的快 对 因为如果它不是这么一个颜色 人不会买 所以随着快熟啊 风味在失去啊 在流逝啊 但是快熟会不会带来快熟的风味 我还没听说过 我没见过有快熟的风味 我觉得今天最惨的是什么 包括我很坦白讲 中国现在不是很多美食博主吗 你知道您这行现在特火吗 就大家都跟随 他也是美食网红了 他这不叫美食网红了 我是个纪录片公司 然后呢现在进行速一点 我就发现他们呢 到处去打卡去吃啊 有时候我看的觉得挺难过 因为我认识 偶尔认识一些跟他们聊 我就发现他们对 去什么餐厅 这个餐厅得过几心 什么这些很感兴趣 但是比如说我很仔细 你再吃了这道菜 这个是什么 我说这个季节不该吃这个 他怎么会给你这个 然后他们就 其实不太知道 自己到底在吃什么 就所谓美食网红 原来对食材都这么不讲究 那你就没话讲了 哎呦 你要这么说 我想起这个罗朗啊 罗朗现在还教人做这个家宴呢 我发现他真是有点 随着食令天人合一的性质啊 说现在是牧春时节 哎 他先想想牧春是什么花 黄色的白色的 哎 他按照这个去找这个食材 我是这么一个声音的吗 说 这是黄色的白色 我这是卖中国罗朗 是吧 哎 所以 你说这个 我一下就想起 那要讲究的 那些小青上次书里写的 叫什么 三蛇 菊花 三蛇羹 三蛇羹 那跟食令的关系得到什么程度 这个 这个是从种菊花的时候就开始 对啊 从初夏 一直到秋天 秋天的蛇最美的时候 这是太史宫发明的 没错 广州的大 美食家 太史五蛇羹 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样的菊花 就是他就自己 自己家的 自己家里种的菊花 他们家吃东西 那个讲究食令 讲到什么地步 比如说他们家后来 他们是 自己家还种荔枝嘛 比如前阵子 荔枝好的时候 他荔枝园呢 是这样 到了荔枝快要熟 的那几天就开始紧张 请家里的人早上盯着 所以明天估计 清晨 这个荔枝就要熟到刚好 五点多 要天还没亮 露水 刚刚要结成之前 赶紧全家起床 去园子里头 拿这个灯笼 摘荔枝吃 露水一上 这个皮一变色 就伤了 他要在刚刚熟 太阳又还没出来 露水刚刚还没结的时候 那一刻是吃荔枝的时候 感觉这家人 这辈子就没干别的 他不是啊 黄奥港 七十二列士 就是他掩埋的 江孔英 他是前清和民国的大儒 对啊 原来的人都是期待 这些每一年有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东西 这个就 才是珍惜的 尊重 对得起我们的食物 你说的对 所以今天我就觉得 这什么叫高段位的人 在咱们有时候 跟一些过去年代的人 觉得没法比 今天是个专业化的 比如说小青 这专业的美食 美食工作者 甚至是窄化到 纪录片工作者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过去 可能就是一个大儒啊 一个知识分子 他家这么来 比如圆媒 随缘识单 写的好诗 写的好文 离鱼 苏世 对 治国理政之才 但是呢 在生活上 能够讲究到罗朗这样的程度 这样一个段位 这个真是